庆中秋前秋分先到 带你认识秋分节气 根据气象报道 今年的秋分将于9月23日 台湾时间周日上午9点54分开始 这也意味着夏天即将结束 秋分又称为降分 当太阳光线 由北半球移至南半球直射赤道时 便是秋分 冬天地球北半球倾斜远离太阳 在夏天则倾向太阳 地球倾斜的变化 就是导致季节变化的原因 秋分时 北半球与南半球的昼夜均分 都各为约12小时 秋分通常在9月22日到24日之间 在北半球发生 秋分之后逐渐进入冬季时 白天会变得越来越短 晚上会变得越来越长 秋分的英文 Autumn Echinocs 的Echinocs这个字源 自拉丁文的Aikinoctium Aikus和Nox 意思是相等和夜晚 这个时节在全球不同地区 都有人庆祝 在某些文化中 就会与亲人共度时光 来纪念这个节旗 别忘了 我们晚上8点 还有今天的精选汇报哦 市场 第二号 这项顺率